嗨 大家好 又到了名言堂的時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新的遊戲體驗 我們藏了一個祕密在裡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應該是沒有人發現 原來是韻腳 有沒有發現我剛剛的每一句話裡面都有壓韻 那我們今天也邀請到一個特別的來賓 大家一起來猜猜看這個來賓是誰呢 我給大家幾個線索 黑黑的 蜘蛛 夜行性動物 老鼠 會吸血 蚊子 牠的押韻跟貓咪Cat 是相同 Bats Bats OK Fat 喔 Fat 我們今天邀請到肥蝙蝠老師 歡迎 嗨嗨嗨 大家好 我是肥蝙蝠老師 今天邀請到肥蝙蝠老師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難瞧 為什麼呢 因為老師呢每天不是在背課 就是在往教學的路上 他有非常多的實戰經驗 所以我今天也想問問看老師對於遊戲化教學的看法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態度 他不是只是策略或者是方法而已 他的出發點就是要讓教學生動有趣 然後讓學生喜歡上這堂課 所以不一定要帶很多的道具或者是桌遊到課堂裡面 只要稍微改變一些機制或策略 所以老師們就可以讓學生學得很開心 嗯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說 不在於這些外在的這些條件 而是在於老師如何運用得更新應手 更貼近孩子的生活 嗯沒錯 就是說生活到處都有電子可以用 就是看你怎麼去抓到 嗯 所以我們才可以在老師的本事專頁裡面 看到各式各樣的教學創新方法 其實都源自於老師你對生活上的觀察 嗯對就是一個愛心的老師 OK那我們今天要來玩什麼樣的遊戲呢 我們今天就要玩運腳 這個遊戲怎麼玩呢 其實裡面就是這樣子的一疊牌 那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我們就是隨機的把牌放在桌上放六張 這裡面其實有一個就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兩面是一模一樣的圖案 那一面是有單詞在下面 然後另外一面就是沒有 所以這個遊戲甚至可以給母語元素玩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的英文真的已經非常好 你就是直接可以知道它是怎麼唸 那你到時候就只需要記它的音 就是它的韻腳是什麼就可以了 如果我們都是英語學習者 就是直接找它的字的韻腳有沒有相同 OK我們就看看現在我們排出的六張 這六張裡面譬如說很簡單一下就看到 Mail跟Pail 我們就可以把它拍出來 就唸出來 Mail、Pail 然後這兩張就會是我獲得的 那我們就再補兩個新的卡牌進來 最後我們就來計算誰獲得的牌卡多 誰獲勝 那如果你想要讓這個難度更進階的話 其實可以做一個造句 老師可不可以示範一下 I am taking a pill by the mail 對就是你一個句子或是分兩個句子 只要有涵蓋到這兩個單詞 其實就可以了 老師要不要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本來它的玩法規則就很有趣了 就是你要在短時間之內找到有兩個或三個以上的亞裔的字 可是像剛剛的Mail、Pail就很簡單是ILL結尾 那如果是比如說像Rain跟Cheesecake 其實在我們教學裡面它也是常模音A 所以如果有的小朋友他講說Rain and Cheesecake 我也算過 就是說看你是狹義的 就一定要一模一樣的韻腳的字 還是廣義的 只要押韻的字的音是一樣的都可以 所以這是第一個方法就是同韻不同字 這是OK的 第二個方法就是說 等到這些都很熟悉了 他甚至可以把他得到的分數的那一張卡 然後上面的四個字找出相同點 好像這個就比較中階或高階 四個圖要去找出共同點 對關聯性 對有點類似故事接龍 就把這四個詞都放在一起 然後一句話或者是一個段落 那當然也可以玩一個很簡單的記憶遊戲 正反兩面的圖是一模一樣的 有一面有字一面沒有 所以當我們看完之後 直接不要看 去記說剛剛看到的是哪四個 至少會有這三四種玩法 對於聯想力的擴充也是很好的一個練習 還有一種方法就是在一學期剛開始的第一堂課 老師還不是很了解學生的程度的時候 就可以運用這個桌遊很快速的分組 比如說每一組就是發了六張 組成的成員大概四到五位 當老師喊 當go的時候看哪一組 裡面的哪一個學生能夠最快的指出 有押韻的兩個字 那那個大概就可以當小組長 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個很簡單的party game 但實際上是做一個 對funnings認識的複習 老師你有沒有更進階的玩法 是給譬如說他已經很快就可以找到 兩個三個這樣一組的運腳的同學 我在五六年級的時候會教小朋友寫英文詩 他可以對生活中各種事情都有好奇心 所以這個剛好就是很方便 類似小字典的感覺 因為押韻的字世界上這麼多 你要怎麼整理到讓學生能夠跟他生活有關 每一組就發一疊 他們去找說這個字我認識 這圖好可愛我可以拿來放在我的詩裡面 那老師只要提供正確的發音就好 他等於是一個很基礎的圖畫字典 Picture Dictionary 運腳對於學一個語言來講還是非常重要 不管是我們小時候學中文的時候 有躺詩三百首七言絕句 甚至到學英文我們也需要有透過字根或是音韻 來擴充我們的英文單字的學習 這一盒我想就是可以補充我們這些 不足的地方 那運腳對對就推薦給大家 謝謝肥蝙蝠老師來到我們的現場 嗨 大家好 最近找有一些家長會來問我們說 你們有沒有一些跟英語相關學習的桌遊呢 那我們這一次一口氣幫大家整理了四個不同的桌遊 補充畫其實就是一個塗找字字找圖 甚至給年紀最小的三四歲的小朋友 用遺圖來找圖就可以來學英文了 那字母翻翻是一個用九公格 甚至十六公格的記憶方式 透過遊戲的過程 你自然而然就會學會這些單字 就不是死記印記這樣子 野民腦塊它其實是五十張不同的形容詞卡片 這個遊戲跟我們的環境連結是有關係的 所以這一盒的遊戲其實不單只是要讓你學會單字 也非常推薦如果你想要去野餐、露營都非常適合帶這一盒 韻腳對於其實我們在學習英語的時候 或者學習一個語言的時候 韻腳是我們需要學到的東西 可以更擴充你的英語智慧量 那這些英語學習的桌遊就推薦給大家 Just Play Are You Game? 謝謝 那我們一起做一下這一個可怕的姿勢 掰掰 掰掰